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Mr.Bear焦点人物 焦点话题网广播节目 我是主持人郭志珍 好 各位听众朋友 您可还记得 应该是在去年吧 2020年7月这时候 由于台湾经济部的投审会 驳回了原本 中国淘宝想要在台湾登陆 成立淘宝台湾分公司 但是因为为投审会的不同意 最终黯然撤离了台湾 几乎在同一时间 大陆的OTT业者爱奇艺 在台湾的分公司 也是因为未能够 依现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规定在台湾取得 合法的经营执照 而因此必须终止 台湾爱奇艺会员的经营业务 其实无论是淘宝台湾 或者是台湾爱奇艺 均涉及了中国大陆资金 入台这个敏感的议题 其实红色资金流窜台湾 早已不是什么大新闻 但如果说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说国内有某物流业者 因中资的入主 而产生了主意撼动台湾 护国神山台积电等 半导体产业以及光电产业的能力 这件事情您相信吗 为何仅仅短短四年 一间原本资本额才七亿 而且原本湾谷过半的物流公司 竟然能够悄悄的风云变色 成了红色资金过半的中资企业呢 而这间物流公司竟然还代言着台湾 半导体产业以及光电产业 最重要物流供应链 这个关键角色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何关股会变中资 而其中的人事物 彼此间就发生了什么样的 质变效应呢 在今天节目中 我们很特别的邀请到 财讯杂志的主编 红林香小姐来到节目中 针对中国大陆红色资金 究竟为何能够如此 全面性的攻占台湾的各个产业 尤其半导体产业 及光电产业的这一个供应链呢 对于红色资本入侵这件事情 从企业到政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两者所抱取的态度为何呢 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 您好 林香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林香看到这期财讯杂志的封面 红色资本入侵 掐住了台湾半导体物流命脉 让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机密资料 全部曝光 这样的标题的确 真的会令人倒吸一口寒气 但是除了吃惊之外 随之而起的是 更多的一连串的疑问 比如说中资到底怎么潜入 台湾高科技产业 这一个物流供应链的 这中间有太多的疑云呢 至于是否有什么样的黑幕漫步在里面呢 这个想到这一场更是令人待有 林香是否先请你很快速的帮我们揭秘一下 到底是哪间物流公司发生了如此重大的 股东结构的质变 瞬间让原本我们还 国营企业股份占过半的 这样的一家公司变成了重置呢 林香 谢谢主持人刚刚帮大家填情填药了很多 其实这一阵子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其实真的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说 红色资本渗透进去台湾的经济产业 这边来已经不是什么大新闻了 但是呢我们这次会注意到呢 主要是今年二月的时候呢 中国最大的物流业者顺丰控股 他宣布要入主家里控股 香港家里控股 那大家对于家里控股可能还有点陌生 但其实呢 他是我们台湾第二大物流业者 家里大龙的母公司 对那大家对于 可能对家里大龙都还停留在过去 就是成家经营的那种大龙货益的 那个比较local的那个市场 其实他已经进台湾十年了 但是这个过程中 他其实大取的并购 但因为物流业这个不是在 WTO在WTO和两岸福贸 货贸这个规定里面 都没有将这个物流业者 就是作为一个限制 纳入规范 对限制投资的一个规范 所以说大家对于物流业 被中资入主 就是觉得没有什么 了不起的事 好惊讶的 对那家里大龙一开始 他也是港资进来 所以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因为今年7月顺丰入主 家里物流过半 然后呢 家里大龙其实呢 他手上还有一家 就是掌握台湾 竹科和南科 园区里面 唯一的一家仓促用地的 一个物流公司 叫科学成物流 而且他还掌握了 这家公司的六成的股权 所以其实他已经拿到 绝对的主导权了 那如果说我们竹科和南科 这两个台湾最重要的 那个经济命脉 的物流资讯 都掌握在港资 甚至其实是中资的收益 然后我们是觉得说 这个是必须要 好好的去检视这个过程的 而且就是很奇怪 是因为检视的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说 非常奇怪 这家公司呢 它其实在四年前 还是一个官股 公股只有过半的一个 算是泛国营事业 但是呢 它竟然能够在 这么快的时间之内 从公股事业变成了私有化 然后呢 又私有化 立刻转手给大家 加里大龙同港资 那现在它可能最终收益 变成了中资 那这个实在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就算是 它是一个公司的转卖 一般新创公司的转卖 都没有这么快的转手 那我们就会去 想要了解说 当时到底是谁下的 这些决策 那政府单位到底 有没有好好把关 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发现说 因为科学城物流 这家公司 它原本的 它股东是 台塘和华航 那台塘和华航呢 他们都不认为 物流是他们的核心事业 所以一旦呢 有人出高价 它就卖了 那所以说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说 去对比说 公股 他们公股释出的 那个价格 和最终 家里大龙拿下的 那个价格 是有一个 蛮大的一个价差的 原本 这家公司 科学城物流 它的金值 大概只有13块 不到13块 可是家里大龙 竟然愿意用22块 嘛 对那其实 为什么 可是我们官股 都会认为说 这不是我核心事业 所以他们就 投审会觉得说 家里已经进台湾 这么久了 这不是一个新案子 都轻忽了 对 所以就各种螺织 都送了 送框之下 就像中资这样 侵取了台湾最重要的一个 互流业者的股权 但是您刚提到说 原本官股过半 华航台湾掌握了 这绝大多数的股份 但是这过程中 国营事业 是真正要被阶段性的 民营化吗 那过程中 又为什么会这么轻忽的 卖掉 这过程有没有报备 这些都是要被追查的疑问 以及您刚刚提到 这中间股价的 大幅度的落差 这中间是谁在操作 利益又流向了哪里 这也是另外一个 需要被追查的一个重点 那这些问题 我们先放在一边 我们会先回来看看 那为什么这样一个 您刚刚提到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物流公司 尽管它变成中资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物流公司 为什么会对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产生的不可控制的震撼呢 这中间的这个厉害 关系关键又在哪里呢 其实大家可以大家了解 如果说不是在园区工作的人 可能都不会觉得说这家公司 根本都没有听过这家公司 科学成物流 但是呢 因为其实科学 科学园区在当时 在竹科最早成立 大概在七八零年代成立 然后后来 中科和南科 就是复制竹科的模式 来成立 当时竹科它在成立的时候 它有 因为它对于 对于园区内是一个保税区 就是它会对于园区内的一些事业 就是进驻的一些企业 它会给予一些优惠 就有保税 因为他们有很大量的进出口 所以他们会给予一些保税的优惠 但是呢 你也要付相对性的义务 比如说你要缴权利金 或者是你要付管理费 这些的这样子 大概是你已经说了几%这样子 那竹科呢 因为一开始是国营的 就是国家政策扶持的 所以它的那个里面的物流业者 它只给一家 免得说就是要是民营业者来强标的话 就会就会那个有徒利的那个嫌疑 这样子 所以它那时候一开始是国营 那后来可是因为开始慢慢的 那个民间开始觉得说 我可以做得更好 那国家也不应该垄断那个资源 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慢慢开放 便是公办命运 那后来到了南克 南克开始发展的时候 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呢 它也开始 原则上他们是希望能够由民营业者来办 那结果呢 当时因为南克大家不相信南克做得起来 大家应该印象还深刻吧 那本来就是台塘一片荒芽 谢谢 对 所以那时候呢 最后呢 就是希望由政府来出 来负责这个厂商 那所以要成立一家新的物流 那这家物流公司呢 因为为了它有政策使命 然后它主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负责就是科学园区 最高科技的那个半导体的物流咨询 还有仓储 那仓储其实很重要 因为仓储像我们 我们去寄快递 大家都会有所 就是写快递单的时候 都会问一下说 你现在那个包裹里面有多少 是什么东西 要价值多少钱 内容物要写 对 你可能直接写而已 这样子 那可能物流业者还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如果你有管到仓储 就必须要知道说 很明确的知道说 这个包裹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价值多少钱 它并出口地找到去哪里 它会坐哪一班飞机 然后它还有那个量是多少 所以呢 既然科学神物流 它有这么机敏的资讯 掌握了这样 它就势必需要有一个公股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股东 它来支持它 并且必要性的去监督它 有没有就是把这个机庙 资料外泄 所以科学神物流 在最初的设计上面 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需要政府的介入 但是后来呢 因为就是开始有人看上它的重要性 但是它不会生长 但是家里大王 他们觉得说这家公司很重要 当然他家里大王在家之前 他也做了很多并购 包括他去并购医疗物流 并购了冷链物流 新国物流 对 他现在还想跨足到高科技物流这边来 那他就看上了科学神物流 那科学神物流呢 它是就是 因为他偏居在南科 大家比较少注意到他 然后他资本额也很小 胸益不大 但是呢 他就是 他就是掌握了那个南科里面 唯一一块仓促用地 所以他有 他知道了所有 就是台积电啊 然后台积电供应链 还有面板 光电 这些供应链的那个 上下游的供应链 之类 因为这因为缺工嘛 所以台积电又要求 他的供应链厂商 把所有的领组件 内料 全部都要除放在 离园区最近的保税仓储一面 那就是只有科学神物流 能够做这件事 所以说 如果掌握了科学神 其实就掌握了台湾科技产业的命 真的 因为这些数据 如果真的仔细的分析 加以运用 真的能够知道 我们这些高科技产业 它的产能 那个产量 它目前的这些供应链是怎么样 其实是很危险的 是 像其实我最近 因为中国他们在开始严加管控他们的数据 他应该耳熟能详就是地地出行 他们就是地地出行 他去美国爱朋友 所以因为中国开始收紧 就是认为地地出行 用全中国的民众的那个轿车 的各自 对 然后图资 对 那他认为就是对国安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就是开始严加数据的监管这样子 其实第一出行它只是一个公众的轿车平台 那中国就这么重要 就把它视为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更何况我们掌握了我们的这种半导体 晶元的供应链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这个产值是五兆 就是就是台湾最重要的那个经济命脉 是